欢迎大家观看延缓失能退化性膝关节炎自我照顾行动网络课程 我是国立中正大学的陈玉景老师 随着生活形态的改变及医学的进步 人类的平均寿命平均延长 退化性膝关节炎是中老年人最常见的疾病 它和失智、中风跟冠状心脏病 共同成为造成老人失能的四大疾病 它所带来的疼痛与腿部关节活动的限制 会严重影响病人的生活品质 这个系列的课程是由我们中正大学 特别邀请大林慈悸医院共同制播 我们这个系列的课程总共包括六个学习单元 首先我们会先来认识什么是退化性膝关节炎 其次我们要了解退化性膝关节炎的病因和症状 以及退化性膝关节炎的治疗方法 还有就是换了人工膝关节以后呢 回家的照顾跟附健的方法 以及退化性膝关节炎日常生活的保健 当然最重要的是保护膝关节就得从年轻的时候就要做起 我们制作这些系列的课程 其实是希望能够唤起大家对于退化性膝关节炎的重视 而且能够及早关心自己的健康 这样子才能够延缓膝关节的老化 同时呢我们学会了以后 也可以回家教导我们的长辈如何的去照顾他们自己的膝关节